你还知道心疼朕啊 朕差点没被你给气死 你要是再逼我承认跟他有奸情 那我还得气你 陛下 好些了吗 白鹿那件事 你再仔细跟朕说一说 那天臣妾在竹幻宫闲来无事 樊太宰忽然前来 说是得到了线报 此刻 有人在青天界密会白鹿 臣妾第一反应也是不信的 但是他以性命担保 臣妾就带人去看了看 结果真的看见有人 从白鹿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果然是烦如灰呀 陛下是觉得 樊太宰在其中做了手脚 可不管旁人做了什么 白鹿密会与人的事 铁板钉钉 赖不了别人的 不认识 朕只是想知道真相 不想被人骗了而已 臣妾觉得 陛下 只是不能接受白鹿 心中另有所爱吧 你是在说朕吃醋了吗 陛下心里怎么想 臣妾不敢猜测 可是 臣妾是女人 看得出来 看得出什么 陛下 喜欢白鹿 好 好了 你僭越了 臣妾不敢 那陛下好好休息 臣妾告退 臣妾听了梵征的言语 白鹿正这件事 梵太宰肯定从中做了手脚 陛下 走慢一些 怎么了 以前朕不中用了 臣不敢 不过 不过什么 陛下早错路了 白鹿正 在那边呢 不早说 陛下 陛下 你怎么出来了 好点了没 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啊 什么想清楚了 我就说你赶紧先回去吧 你现在受粮还没好呢 你还知道心疼朕啊 朕差点没被你给气死 这 你要是再逼我承认跟他有奸情 那我还得气你 这件事儿 朕不追究了 老实说 你曾做过什么 和你不曾做过什么 朕都知道 朕只是不想被人骗而已 你知道谁在骗你就好 不过这监政之位还是太招人妒忌 先做回主事吧 我巴不得呢